呃 是谁在这里导致 那帮 就是他 我正卖我的最新逗兵 这老家伙前来捣乱 不但指振我新出头的铠甲 还忠愿侮辱罗高身家 快把他抓起来 难怪敢打这罗高的名头乱来 原来还是有点背景的 带走 太阳大人 真的是你 欢迎回来 我是 司龙 好小子 越来越壮实了 司龙大人竟然给他行礼 难道 他是三大神将其中一客 没想到 太阳前辈在这金属之都 竟然有如此地位 这下想低调恐怕都不行了 那个芯片的家伙真的是楼高的弟子 如果我没猜错 他应该是被武魂殿收买 想抹黑我老师楼高大人的 麦尔斯主教 事情就是这样 俺在武魂殿主殿的地盘上闹事 我看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给我盯紧点 是 你们现在也被武魂殿齐牙 何止是齐牙 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 这些年你们不容易 宗主 我们还是上马车吧 等见过楼高之后 我再陪你好好在耕金城中转转 啊 宗主 能让泰坦大人这样称呼的人 一定不同寻常 难道泰坦大人 是陪他来庚星城买东西的 到了 各位请下车 哦 这里就是铁匠协会总会 多年不见还是老样子 走 去见见老朋友 老师 是我 对不起打扰您了 但是泰坦副会长来了 泰坦 你这老东西还活着 老高 你这死胖子比我还大好几岁 你都活得好好的 我怎么可能死呢 这就是天下第一的神将 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个老东西 三高 你父亲也是天下三大神将之一 难道也是这个样子 你这老东西来得真好啊 快来 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琢磨了很多天哪 研究出这东西的人 真是个天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